五香酱鸡 五香酱鸡是山东的一道名菜 做这道菜选用厨鸡一只 调料用酱油、料酒、精盐、味精 白糖、葱、姜、桂皮、花椒、大料 首先将处理好的鸡放入汤勺内 用开水窜一下然后捞出 另外在汤勺内加入清汤 放入包好的料包然后加入姜块、葱块 放入精盐 味精 少许白糖 料酒 然后加入酱油 把鸡放入调好的汤内 鸡在锅内降煮 降至枣红色酥烂的时候 可以捞出 码入盘中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清水煮鸡的时候 锅里的水要慢过鸡身 这道菜的特点是 咸甜口味 表皮红润 肉质鲜嫩 香气扑鼻 味道鲜美 质? 咸甜口 好 咸甜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